玩大富翁不同鄉下都有不同規矩 今次請來香港大富翁協會的大文 教我們如何正確玩大富翁 其實大富翁贏很簡單 我只要令所有其他對手破產就叫贏 第一圈是一定可以買地 就算打比賽也好 會出現第一個玩家是有些優勢 但大家同一時間摘到的機率 不是非常之大 其實坐牢什麼都可以做 包括收錢、建屋、拆屋、交易 坐牢都可以做 建屋的條件就是必須要同樣顏色有齊才可以建屋 只要你有錢 任何人摘色之前都可以叫建屋 土齊相同顏色的物業 就算你沒有錢建屋也有獎勵 藍田和鴨利洲都建了樓 但是觀塘是未建樓的 那就是觀塘收雙倍 但是建屋的就只是收起屋的價錢 由2015年的世界大賽 已經主裁判更新了一個規矩 就是 就是在媽式的時候 只有我是媽式的人 我就可以做其他事 包括建屋 其他人兩個自己交易 行不行 不行 玩了這麼多年才知道真正的玩法 下次大家不妨試試 跟著這些官方的規則玩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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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